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六個架策共機 包含了四個架策的殲-16 以及兩個架策的殲-11 侵擾了台灣的 西南部防空識別區 同時15號在解放軍東部戰區 還出動了是區護艦 以及轟炸機等等 在東海跟台灣周邊海域的空域 來進行演練 同時也表示說 這次的行動就是針對 美在台灣問題上 頻頻釋放錯誤信號而組織 而且在大陸的部分 軍事專家也表示了 這個演習恐怕還有另一層的色彩 就是在為了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可能訪台這樣的一個訊息 來打預防針敲警鐘 那麼外交部最新也發了 新聞稿來譴責說大陸這個是一個 很誇張很汪誕的演習 對 這個大陸試警哪一次不試警 今天裴洛西沒有來 其實整個攻擊還是不斷飛 我必須講 我先講裴洛西的事情 我們上禮拜還講說 他因為得新冠肺炎關係 所以暫緩 現在看新聞 好像他對於亞洲行 好像還是要進行亞洲行 當然原本日本就是要去的 如果他再來亞洲行的話 他會不會來台灣 會變成一個重點 因為原本已經對外說 要來台灣 要來中華民國了 如果他今天不來的話 難道就是會不會代表 變成一個 美國對於大陸的一種示弱 所以我相信美國對於裴洛西來台 我認為還是會有某種程度的 去呈現說他到台灣 訪問或者是一些呈現 主要原因是為什麼要這樣講 包含這一次六個所謂的 共和黨的參議員來台灣 其實大家會發現 不管是裴洛西 還是共和黨這些參議員 或中議員 來台灣他們都不是行政官員 他們都是所謂的民意代表 為什麼要這樣去做 這主要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讓美國對於中華大陸有一個交代 就是說我今天並不是 派一個官方代表的一個行政官員 到台灣 到中華民國 而是民意代表 他們有一些政黨合作 有一些國會的一些利益的衝突 或利益的交流 要來台灣去做一個交流這樣子 所以其實大家去思考一下 整個拜登上台之後 對於中華的政策 跟川普實在 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 大家記得川普 其實是跟中國大陸對著幹的 所有事情就是 你中華說什麼 我就要走相反方向 而且我是美國榮耀 我要跟你這樣子在世界上 競爭所謂第一大國 川普大家很多人會 然後拜登大家很多人會認為說 他有某種程度的 對中華的強義 是繼承所謂川普的路線 但大家去看一下 其實拜登是所謂走一個 競合的路線 既競爭又合作 合作部分在哪裡 很多人會覺得說 拜登上台之後 也沒有像民進黨 一開始講說 對台灣有不友好 而且對美關係好 又進入另外的高峰 但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上個月的時候 拜登跟習近平 是有個視訊的會談 有一個對話的 當時他們提出什麼東西 提出一個四步一無意 然後四步就是四個 不尋求與中國打新冷戰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 反對中國 不支持台獨 這四個步 一無意什麼 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 所以其實美國 在對於台海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這底線是抓很準的 他其實是盡量去畫一個紅線 去讓大家說 不支持台獨 但其他情況之下 其實我跟台灣 有很多其他東西可以的 其實繼續談 但我會維持在這個紅線底下 我不會越過這個紅線 所以他的訊息老實說 對於整個大陸 或對於台灣來說 也是清楚的 所以我認為今天美國在進行 所謂台美國交流的時候 他還是會抓好他的底線這樣子 然後我花個一分鐘討論一下 看看印度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討論 因為剛剛很多人講 我覺得這個 美國在印度 踢到鐵板了 大家不要忘記 印度是全球的 第一大民主國家 什麼叫第一大 人口最多的 14億人口 好 終於是民主國家 所以為什麼我說 美國踢到鐵板 美國會覺得說 他過去在民主國家裡面 無往不利 但這個時候 不然為什麼這個印度 跟他對著幹 包含印度偷偷 不是偷買 印度直接買了俄羅斯的原油 然後加工資料之後 在花高價轉賣給什麼歐盟 大家知道這國際的關係 我們講的是現實主義 以國家利益至上 只要跟國家利益相關的事情 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印度就在這個 呈現他的最重要的方式 他把他這個原油賣出去之後 大家會發現俄羅斯 他不虧 他原油還是賣出去了 印度賺了 賠的是誰 賠的是歐盟 然後跟美國沒關係 所以整個制裁的過程當中 其實真正受到影響 就是歐洲國家 包括印度其實也跟俄羅斯買了 所謂這個煤炭 櫃花子油 歐盟禁慾的他都買 他就是呈現他的國家利益最大化 或許大家會覺得說 印度偶爾在烏爾戰爭裡面 看起來立場有點搖擺 不支持美國 也不支持俄國 然後不知道他支持哪一方 其實這不意外 大家回到過去的 美蘇冷戰體系的時候 當時印度就是走 所謂一個不結盟的策略 他是走一個戰略制度 他當時就也像一個 第三方的國家 中立也不介入所謂的美蘇冷戰 所以到這一次的烏爾戰爭裡面 他還是看起來好像維持這樣子 美國或許會覺得說 我這個證券在握 我知道怎麼樣讓印度 跟我們站在一起 因為他抓準 印度其實跟隔壁國家 巴基斯坦他是有領土衝突的 有領土爭議 而印度跟大陸也有領土爭議 包含我們1962年的這個 中印的邊界戰爭 好幾次的不同的衝突 所以大家知道 印度跟中國彼此之間 也是不是這麼和睦的 包含大家知道 中國大陸在提出一帶一路的時候 當時印度就很不開心 他認為說他這個影響到 他們印度的主權國家利益 包含當時有在講說 中國大陸 中國想要去做什麼事情 想要把印度附近的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 孟加拉跟緬甸 周圍 當然印度是一個倒三角形 他把他這個倒三角形 把它圈起來 透過這幾個國家的港口 試圖用一個珍珠鏈的方式 把印度給圈起來 所以美國知道說 印度跟中國大陸 其實是關係不目的 所以這一次應該會 跟我們站在一起 但還是回到現實主義的部分 印度還是以自己國家的利益 國家的主義 利益為主 所以他怎樣去跟中國大陸 他怎麼樣去跟美國叫板 很簡單 他知道美國今天要重返亞太 今天亞洲 有日本 有韓國沒有問題 亞太太太平洋 印太這個部分 印度就是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他看準了 美國一定要買印度的帳 一定要買我印度的帳 包含當時印度有跟俄羅斯 買所謂S-400導彈 美國不敢吭聲 但還有另外一個國家也買了 那個國家叫土耳其 土耳其買了之後 美國就對他制裁 美國說 你怎麼可以跟俄羅斯 買這個導彈的系統 所以當時有嚴厲的譴責 但印度他不敢吭聲 為什麼不敢吭聲 第一個是他的國際位置 再來另外是 印度同時也在跟美國討論 所謂F-22的 F-21戰鬥機的購買 所以美國知道說 印度也是要跟我購買武器 所以我不敢對你太兇 包含在最後這一次的 烏爾戰爭裡面 印度的立場 他如果傾向俄羅斯的情況之下 美國也沒辦法接受 美國也不希望 他整個倒向俄羅斯 所以他透過這樣子槓桿的方式 讓他國家的地位 爭取在這個烏爾 在這裡的俄羅斯跟美國 兩大強權國家底下 他爭取到一個獨立性 這就是印度他的一個第三方 自主悄悄板的一個外交策略 我認為這也是台灣應該去學習的 是 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再來回到是 美國的這一次的訪問 我們要請教羅老師 現在有專家就說了 因為大家很關注 那裴洛西到底接下來 會不會來到台灣 有專家認為說 現在這個訪問團 其實已經是裴洛西的代理人了 所以他應該不會來 加上美國總拜登 可能在五月都會訪問日本 所以這個亞洲行應該會取消 也因為取消的話 就順勢能夠化解 這訪談的一個爭議 你怎麼看 裴洛西來台灣的話 那會產生很多的 一些想像的空間 因為我們都知道 烏克蘭這一場的衝突 美國是獲益的方 而且美國獲得力非常大 他完全沒有出兵 就透過給烏克蘭武器 然後敲打他的歐洲盟邦 一起來制裁俄羅斯 就把他這一個傳統的敵國 俄羅斯給打到完全不成人樣 真的完全不成人樣 以目前來講 只在國際聲望上 是大幅的降低 經濟上的成長 我看今年也非常非常的不樂觀 將來會不會產生一些 民意上的反彈 威脅到普丁的政權 這個恐怕都是一種 可能發展的一個途徑 這個會產生一個什麼想法 就是說美國發現這是本小利大 我只要挑動一個類似 烏克蘭的國家 我就獲利了 對 我就可以獲利了 中國去對他打仗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 非常具有誘惑力的戰略 我們就會懷疑說 裴洛西來是不是 就是要這樣去做 要誘使 誘使中國來對台灣動武 所以他會形成這樣子的想像空間 已經會造成怎麼樣 美國自己有一部分的人 對他的壓力 這是因為中國 如果真的這個時候對台灣動武 中共真的開始發動武統 以目前的計劃來講 機會是不大的 可是如果說 他不斷的在埋下伏筆 不斷的在埋下伏筆 中共對台動武武統的時間 可能就從遙遠的未來 變成可預見的將來 會變成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美國會不會樂見 而且我覺得對中國來講 好 我們說中國遲早 中共遲早會對台動武 好吧 我們這是一個假設 是不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會產生一個 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說中共至少在目前來講 他沒有要動武的意思 他希望不要動武 至少目前來講 兩岸和平發展的路線 這個政策還是沒有改變的 中共並不希望路 所以他也不希望說 美國推出得太厲害 所以他一定會採用 某種嚇阻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就懷疑 裴洛西的這一次的 新冠肺炎的染疫 到底是真的還是政治性的 會不會說 如果說我們用一個 陰謀論的觀點 會不會說中共 大陸私底下已經攤牌了 直接跟美國講 如果你來 我會怎麼樣這樣怎麼樣 我必須說有一些都是聽說的 網上網路謠言 鳥叫的 我不知道 但是有人說 有這種說法是 中共的軍機會陪著他伴飛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 一個不小心擦槍走火 就是一個衝突出來了 而且對美國的聲望的影響 會非常大 所以我們認為如果說 上一次裴洛西 受到某種檯面下的一些交鋒 而宣布他感應的 如果是個政治性的染疫 那麼這一次他不來的機率 是偏高的 是比較高的 好 也就順勢化解了 順勢化解了 因為形勢沒有改變 對 中共對中國對他的威脅 的一些檯面上的一些 可能一些攤牌的動作 沒有改變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 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 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育器 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